哈喽三年级的同学早安 现在是星期五早上第一节的阅读课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故事叫做Mailers Big House Mailers是一个小女孩的名字哦 它加上一撇s这个意思就是谁的 第三人称Mailers 谁的什么东西 Mailers Big House Big是大 House是房子哦 Mailers的大房子 那我们来看一看故事内容 今天的故事呢 你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 它叫做Free Kids Books Free呢是免费的 你可以说是自由的 也可以说是免费的哦 这个些资源呢 在网络上是不用钱的哦 但是你就是要自己上去找哈 Free免费的Kid 来我们不要看Skid Kids是小孩子 Kids就是很多小孩子嘛 复数 不是只有一个哈 很多小孩子都可以用 好来Book 你们知道了哈 加上Sbooks 来这些小孩子的书呢 是免费的资源 让你在网络上可以用来看哦 好 Books 书 Blog 它就是有一些人写一些记录 写上去的哦 About 关于这一个广站呢 你对他有兴趣 你可以点下去哦 More呢 就是更多 更多的资讯在这边 来这边看 这些细项 我都念一次给你们听好了 Publisher Publisher就是这一些出版商哦 因为应该是看起来呢 他就是很多的出版商这些出版这些书 做这些书 印这些书 写这些书的呢 他们一起把这些书放上来 也就是各个出版商他们的资讯 都在这边 你可以点一下 Author Author就是作者写这些书的人 好 出版商是公司 这个呢 就是写这个书的人 然后grade呢 就是比如说你要分几年级呀 或者是什么等级哦 就是他的难易度 从简单到难 这边都有哦 你可以从最简单的点 然后慢慢的挑战越来越难的哦 好 Foreign Language Foreign呢 是国外的 Language是语言 啊 国外的语言 就是外语的意思 好 他这边有其他的语言 你可以选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英文哦 来 Age Group Age是年龄 Group是群体 比如说他把它这个分成两岁到五岁 这个群体 六岁到九岁 十岁到十三岁 十三岁加就是十三岁以上 Age 2 to 5 years 你们记得什么 什么years old吗 比如说5 years old 你们现在应该是9 years old 还是10 years old 对不对 好 他这个是Age 年龄哦 几岁到几岁 Age 2 to 5 years 在介于呢 两岁到五岁之间的 Age 6 to 9 years 六岁到九岁之间 Age 10 to 13 years Age years 好 几岁呢 13 plus 这个加就是plus 三十三以上 好 这个呢 ESL 就是English Second Learning 就是你我学英文当做我的第二语言的意思啦 就是我要再学另外一个语言 我本身的第一语言 第一语言就是你平常说的 你刚出生的时候跟你的家人说的 这个就是你的第一语言 那第二呢 第一再来就是第二嘛 你出了第一语言 你再来学的就是第二语言 会不会有第三第四语言 有 但是你们现在学的就是第二语言 好 这个是第 前面这些他说的就是给那些 你本来就是讲英文的小朋友 那我们是吗 我们不是哦 我们算是ESL 我们是学习 他当我们的第二语言 好 Beginner English Beginner就是一开始学English的人 我们就是这边了 Intermediate就是中阶的English Fluent就是很流利的English 你说英文可以说的很好哦 很流利哦 这个就是Fluent English 很流利很流畅 你讲话都不会在你的脑子里面打结的 这个就是Fluent 我还可以说 可是我要想一想 Intermediate English 中阶的 那我们是初阶的哦 因为我们刚开始学初学者 Beginner English 就在这边哦 好 Subject就是科目 比如说你们有英文 国语 数学 自然 译文 这一些呢 就是科目 他就是把他所有的资源呢 分门别类 放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找 哦 是什么啊 全部啦 其他的我不知道的 剩下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 好吗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故事哦 小小的故事 Mailer's Big House Mailer他的大大的家 什么意思啊 他盖的大房子吗 还是他的家很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边呢 你可以这样子选下来 我看一下 对 选 然后你随便点一个 我刚刚是点到这一个 所以他会出现这一个 那如果你要这个呢 Choose Power 这个是Choose 这个小片叫Choose Power就是他的 他的可能是超能力啊 或者是他的力气啊 或者是各方面的能力 你想要什么故事 点进来 点进来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 他就会变成 这样子 好 比较慢哦 可是还是会出现 好 如果你想看今天这个故事呢 你就点它 他这边绿色的 绿色的这个呢 是Read Online Read呢是读 Online呢就是在线上读 你可以点它 然后你就在网页上面看它 那还有呢就是Download Download就是下载 Free PDF PDF它是一种档案 就是您可以看的档案 或者是可以把它印下来的档案 你就不一定要有网络连线 然后你把这个档案 存在你的平板 手机或者是电脑里面 你不用网络就可以看哦 甚至可以把它印下来 Free呢就是 这个是免费的哦 你不用给我钱 我就给你这些学习资源哦 Download 你就把它下载下来 那底下这个Downloads 然后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有这么多个人下载咯 你看4000多个人哦 那几个人Read Online 1000多个人哦 那我们今天要Read Online 好吗 那我们不是这个故事啊 我们是刚刚那个Mela的故事 所以我要回去刚刚那个Mela的故事 好 Mela's Big House 滑到最底下会有两个绿色的 对 被你画 被画这个底线的哦 好 Read Online 我们来线上看哦 Level 1 好 我们是第一阶 第一阶段哦 第一初阶的 这个很简单哦 你可以自己试着念看看哦 Mela's Big House 它的大房子哦 好 Today 今天呢 Mela is going to build a big house 今天Mela is going to 她要去做什么呢 Built 盖 盖房子的盖 A big house 她要去盖一个大房子 今天要去盖一个大房子哦 Today Mela is going to build a big house 好 Mela在哪里 她在这边哦 这个是她家里的厨房 看 好多人在做事 I can use these 我可以 I can use 使用 these 这一些哦 这一些东西我可以拿来用哦 My big house will be this high says Mela 好 Mela她这样说 她说什么 My big house 我的大房子呢 Well 将会 会有什么 will be 会变得怎么样 this high 这么高 My big house will be this high 我盖的房子会这么高哦 and this wide 这么宽 this high 这么高 this wide 这么宽 然后她在那边比 然后她在那边比着哦 比说会这么大 这么宽 这么高 好 她拿那些杯子干嘛 我们来看哦 Mela stacks the tumblers one over the other 她叠这些杯子干嘛 这些可以叠起来的东西 stacks 叠上去哦 one over the other 一个接着一个把它往上叠高 oh the tumblers fall down oh oh 这些杯子跌倒了哦 fell down 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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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来的声音哦 这个应该是不锈钢的 你想象一下那个 k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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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的声音哦 这个就是她那个声音哦 tum tum 这样子 它就是一个撞声词哦 好 哇 这些杯子 你们家有没有这种不锈钢杯 你把它叠上去 再让它倒下来 就是这个声音哦 好 你们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要拿家里东西去叠 要先问过大人哦 知道吗 来 继续 Mela picks up the tumblers and tries again 她不放弃哦 Mela picks up 拿起来 捡起来 the tumblers 这一些杯子哦 and tries again 然后呢 她又再试了一次哦 They fell down again 怎么办呢 她有成功吗 没有哦 她又掉下来了哦 tum tum 掉下来了 怎么办呢 你会放弃吗 还是跟Mela一样 再试一次哦 Mela thinks 她想 非常认真的想 things hard 她非常努力的想哦 She tries again 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她不掉下来呢 她想得很努力 想得很认真哦 things hard She tries again 她又再试了一次哦 This time 这一次呢 the tumbler don't fall 她没有倒下来吗 没有哦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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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go up是上面的意思哦 上上上 go呢 就是 你们知道吗 去哪里 或者是跑去哪里 他们是往哪里跑 up 往上哦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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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go 他们一直往上涨 一直往上被跌高 Mela's big shiny house is almost ready 来 怎么啦 你觉得呢 她盖好了吗 好像快好咯 Mela's big house Mela她的大家 shiny 闪闪亮的 你看 shiny house 又大又闪亮的家 is almost ready almost ready 快要好咯 快要准备好咯 Mela rushes to the kitchen rushes就是 你很急着去哪里 the kitchen 厨房 她急急忙忙跑到厨房做什么呢 everyone is busy busy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呢 每一个人 everyone 看起来怎么样 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busy 所以busy是什么意思啊 看起来很忙哦 everyone is busy 每一个人都好忙哦 what do you need Mela ask about 这个应该是她的阿公 like what do you need Mela 她问她说 你需要什么呢 Mela what do you need what do you need 她阿公这样问她 can you give me half a coconut Aba my house needs a roof 好 你觉得她这样子比是她需要什么东西啊 can you give me half a coconut coconut是椰子 half 她需要半颗椰子 做什么咧 can you give me 可以给我半颗椰子吗 my house 我的家 needs 需要 a roof 你觉得她要拿这个coconut做什么呢 看她的手笔这样子 你猜她需要coconut做什么 当做帽子吗 还是当做家里的帽子 roof 屋顶 你看她比也就猜得到了 oh yes it does say sabba 她的这个阿公跟她说 可以哦 可以给你哦 答对了 她要把它放上去 do you like my big house Aba do you like 你喜欢吗 do you like my big house 我的大房子 你喜欢我的大房子吗 do you like my big house Aba 她是这样子叫她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说他们是谁 yes I do yes I do 是的 我喜欢呢 this is such a lovely palace palace是皇宫的意思 像后面这个大大的皇宫 国王王后啊 他们做的皇宫 yes I do 我喜欢 因为她前面问说 do you like this is such a lovely palace 这真是一个好令人喜爱的 他比可爱还要再更多 看到人家都会爱上他 lovely 他说什么 这是一个声音 全部都倒下来了 what will may let build next 好他把它打翻了 结果他要做什么 他想要再盖其他的东西 你们觉得他会盖什么呢 好 这个是给你们自己的挑战哦 build your own palace 你可以盖自己的palace 盖自己的皇宫 可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们所使用的道具 都需要经过大人的同意 不可以是危险的 好吗 也不可以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 就拿家人其他家人的东西来做 你如果拿你自己的玩具可以 那你记得哦 他是在地上 或者是刚刚在桌上 你要在安全的地方做 你自己看一下 或者不确定的 你就问大人 好吗 不可以用会坏掉破掉 可以拿玻璃杯吗 不行哦 也不可以没有经过家人的同意 就拿他们的东西来盖 来 这边呢 他告诉你需要的东西 you will need 你会需要 as many paper cups as you can find 好 这边他说你可以用paper cups 用纸杯 用纸杯 免洗杯 越多越好 as many as you can find 你能找到几个 就用几个 one round vessel from your kitchen i round vessel 就是一个圆形的器皿 from kitchen 从厨房里面找 好 那一定要先问妈妈 或者是阿嬷哦 哈嬷 crayons 就是蜡笔 or 或者color pencils 色铅笔 one coconut 需要一个coconut cut in half 切一半 这个应该比较困难 你们想一下 你们可以用什么东西代替 你看他的coconut 这样子就是 很像那个皇宫的屋顶 这就是你把东西完成的 一个声音的意思 你的皇宫这样子就做好咯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那这边是今天的作业 就是要盖一个你自己的皇宫 make your own palace 那一定要注意安全 还有不可以 没有经过家人的同意 就拿他的东西来使用皇宫 可以吗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下礼拜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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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